财团法人柏佑社会福利基金会 数学教学影片 107年国中数学教育会考选择题第16题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一题的题目 若小叔呢 他从1到50的整数当中挑选4个数 小叔他从1到50 50个整数当中 挑选出4个数 所以这4个数也都是整数哦 使其由小到大排序后 形成一个等差数列 从1到50这50个整数当中 挑选出4个整数 然后从小排到大 他是一个等差数列 而且这4个整数当中最小的是7 抽出来的这4个数字当中最小的是7 那下列哪一个数不可能出现在小叔挑选的数当中 ABC第4个选项看看哪一个数字 不可能是小叔挑选出来的数字 好来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题目 题目说的等差数列 好这是一个等差数列的题目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的来解这个题目 好来等差数列 同学想一下 国中教等差数列 要有什么 几项嘛 对不对 好来题目当中 有没有说出它几项 它的项数是多少 有耶 4个数 4个整数 由小到大 去排列 变成了一个等差数列 所以我知道它像素是4项 对不对 然后 知不知道它的首项 诶有哦 题目这里说 这4个数字当中 最小的是7 从小排到大 最小的那一个是排第一个 对不对 所以第一项 首项是7 诶 那一个等差数列 知道像素是4项 知道首项是7 诶 那还差什么 是公差不知道 如果知道首项是7 也知道公差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4项都写出 出来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不是只差了 这一个等差数列的公差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假设一下 好 我们先来假设 此的等差数列 公差 为D 好来 那这个公差D有怎么样的一个限制呢 来我们看一下 我挑选了这4个整数 是从1到50的整数当中挑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4个都是整数哦 然后 我的公差一定要怎么样 是不是一定也要是整数才可以 对不对 因为4个数都是整数 所以我的公差一定也是要是整数才可以 好吧 D 为整数 这是 这是待会判断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条件限制哦 好来 那再来 知道了公差 而且首相是7 所以我能不能写出这个数列的4个数 诶可以哦 诶可以哦 此 数列为 最小的是7 从小排到大哦 好 再来 是不是就7加上D 对不对 再来 7加上2D 第4个呢 是7加上3D 对不对 好来 那这里看一下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什么叫等差数列 是不是 第二项跟第一项 差了一个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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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第二项跟第一项差一个D 第三项跟第一项差几个D 是差了两个D 对不对 那第四项跟第一项呢 是差了三个D 对不对 那同学这个要记住哦 待会会利用到这个性质 好吧 再来 我们看一下 现在假设 等差数列的公差是D了 而且这四个数字 由小到大 7 7加D 7加2D 7加3D 也列出来了 那还可以利用 题目上的什么条件 至少先算出我的D 它有没有一个范围嘛 好不好 那从哪里 这里哦 1到50 为什么 这四个数字 是从哪里挑出来的 是1到50 的50个整数当中 对不对 所以最小的是7 那最大的 有没有限制 有哦 它能不能超过50 不行 对不对 所以 我根据题目 是从1到50当中 挑选出四个整数 所以呢 我最大的这个 7加上3D 能不能超过50 不行哦 我一定要 小于等于50 对不对 好来 那列出这个不等式之后 我们接着去算出D 它公差的范围 好不好 所以 3个D 是小于等于43 所以 D的范围呢 删除过来 313 342 所以D 是不是小于等于14又 三分之一 而且它要什么 整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D 可能的值有什么 是不是1 一直到 14 中间的这14个整数 123456 一直到14 对不对 所以D可能为1到14 的整数 好来 那也就是说 D有几种可能 有14种 1到14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 D等于1 D等于2 D等于3 一直到D等于14 去讨论 去讨论吗 这样要讨论14个 诶 对不对 那因为 今天这是一个什么 选择题 有4个选项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 就这4个选项 当中给的数字 去讨论就好 这样子 我们 从原本的 D 有1到14 14种可能 我要讨论14个可能 是不是浓缩到 我只要 简化到 我只要 讨论 A B C D 4种可能 就好了 对不对 好那 我们现在呢 就来讨论一下 好 好 我们先从 AA选项 开始讨论 好吧 好来 那AA选项 他给的数字是多少 是给 20 对不对 那我们 这4个数字 分别为 从小到大喔 7 7加D 7加2D 7加3D 对不对 那 20 他不是7嘛 他是不是就有可能是7加D 或7加2D 或7加3D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先一个一个讨论 7加D 等于20 7加2D 等于20 7加3D 等于20 这样子 讨论的话 是不是 我的步骤又要拉长了 对不对 那我们能不能利用什么 既然20有可能是 第2个数字 第3个数字 第4个数字 我们就去判断一下 如果 第2个数字 减掉 第1个数字 7 刚刚讲过 是要差一个D 对不对 第3个数字 减掉第1个数字 是不是要相差 2个D 第4个数字 减掉第1个数字 7 是不是要相差几个D 很好 3个D 那我们利用 然后 我们给的数字 去减掉7 那看看 有没有可能是 1个D 如果 是的话 它就是第2个数字 如果等于2个D 它就是第3个数字 如果等于3个D呢 它是第几个数字 很好 它就是第4个数字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我们讨论的 篇幅可以减少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试试看 用20 去减掉7 看看 它有没有可能 等于1个D 或2个D 或3个D 好不好 好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 用20 减掉7 是不是等于13 对不对 那13 有没有可能等于D 诶 有啊 刚刚说D要在哪里 是借在1到14 这14个整数当中的一个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13 等于D D有可能等于13 对不对 那D等于13 那此次次数为多少 最小的一定是7了嘛 题目说的 对不对 D等于13 所以第二个 7加13 是20 再来呢 再加13 33 对不对 再加13呢 是46 对不对 所以 当D等于13的时候 我 这四个数 就是7 20 33 46 那我 A选项当中的20 是第几个数字 诶 是第二个数字 对不对 好来 那再来看看 13 有没有可能等于两个D 如果13等于2D D 它不是整数 跟我的D的条件限制不符合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等于2D 有没有可能等于3D呢 13等于3D D 也不是整数 也不符合我D的条件 对不对 所以 A选项的20 D只有可能等于13 那这四个数就是7 20 33跟46 好来 那再来 讨论一下V选项 V选项给什么 给25 所以 我们也把25 拿来减一下7 多少 18 18 那18 有没有可能等于D 诶 不可能 它没有接在1到14之间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等于D 那有没有可能等于2D 诶 有啊 它如果等于2D 这时候D等于多少 D是等于9 对不对 那D等于9 接在1到14之间 10 这时候 这四个数是多少 最小的是7 这时候D是9 所以第二个7加9 16 再来16加9 25 再来25加9 是34 所以这四个数字 就是7 16 25 34 那我V选项给的25 就是我第三个数字 对不对 好来 那再来 25-17 等于18 有没有可能等于3D 有啊 为什么 当我18等于3D的时候 D等于多少 是6 6 有没有符合1到14其中的一个等数 有对不对 好来 那D等于6 这个时候 这四个数为多少呢 来 最小的数字还是7 题目说的 公差D等于6 所以第二个数字 7加6 13 再来 13加6 19 再来 19加6 25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这四个数字就是 7 13 19 25 乘等差数列 然后 题目给的25 就是这个等差数列的第四个数 对不对 好来 所以现在V选项 如果是25的时候 他公差是9 这四个数字就是7 16 25 34 那25就是抽出来的第三个数字 好 那如果当D等于6 这四个数字叫7 13 13 19 25 25 就是抽出来的第四个数字 好来 那接下来 换C选项 好 C选项给的数字是多少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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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扣掉我最小的数字 好 D向7 得到23 诶 那23 有没有可能 等于D 诶 不可能 超过1到14了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等于2D 2D 2D 有没有可能2D 2D如果等于23 D不是整数 不符合 D的整数的限制 那有没有可能等于3D 3D如果等于23 D也不是整数 不符合我题目的要求 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 没有 符合题目要求的 公差低 对不对 所以C选项 它是不可能的 好 那但是因为这一题 ABCD四个选项 我是单选题 我只能选出一个不可能的 对不对 选出不可能的 那我们可以 讨论到这就选C吗 诶 不要哦 好不好 我们也确定一下 D选项 有没有可能 好不好 搞不好 这个题目 题目出错了 C跟D都是不可能的 那为了 确定一下 好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也讨论一下D的情况 好不好 好 那 D选项 它给什么数字呢 它给35 我们也把35去扣掉 第一项 所以得到 28 28 那28 有没有可能等于D 诶 不可能 它 没有借在1到14之间 对不对 好 那有没有可能2D 如果它等于2D 诶 这时候 D等于14 诶 14 诶 借在1到14之间的整数 可以 那这时候 这4个数为多少 最小的一样是7 公差14 7加14 21 21再加14 35 35加14 49 诶 没有超过50诶 对不对 所以 当 D等于14的时候 这4个数字是7 21 35 49 那我D选项给的数字35 就是这一个等差数列的第三项 对不对 好来 那 28 有没有可能等于3D 诶 这时候D 它不是整数 不符合我D的 整数的限制 对不对 所以 到现在为止 我们是不是就A B C D 4个选项 它所有的可能都讨论过一遍 对不对 好来 我们再说一次哦 我们从原本假设的D 公差 它是整数 然后是因为从1到50当中 选出4个数字 所以最大的数字 要小于等于50 找出了D 可能的值 是在1到14 14个整数当中的一个 对不对 那原本我们应该 从D等于1 D等于2 一直到D等于14 来做一个讨论 可是这样讨论要讨论几个 要讨论14种情形 哦 这样时间花得太长 也太浪费时间了 那因为今天是选择题 所以我们就ABCD4个选项 来做一个讨论 所以现在得到哪一个是不可能的 是得到C C选项 它找不到符合题目要求的D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 选择的就是C 这个选项 它是不可能的 所以 同学 这一题 选择的是C 这个选项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